前面台湾客家文化技研費在1989年成立 當年到規劃的獎學金 鼓勵客家的鼓勵 來投入和追求客家文化 前前的技研費 基本的一創創費 現創有限的 當地的客家向前競爭 2022日 競爭客家強調的獎學金 和客家提供更嚴重的伴奏 技研費希望 提供更嚴重的伴奏 競爭客家向前的感情 韓國加強交流 這樣 客家出租的 透明月技術傳電學費 文化追求 要不必聽透下來了 版國重聰 鼓勵大家得主 前面台湾客家文化技研費 人家的土馬里蘭族 既派英人的營業 競爭客家搶相面向好景 和客家提供更嚴重 本場發通 那些發通對年齡六年來 受到疫情影響 是在美國的客家向前來過 當少年又當有因應 前面台湾客家文化技研費 同一年人員 客家技研費 提供更嚴重 辦文藝術家 齊蒙耶 齊蒙耶 在美國當地所採取 因為規法競爭台費 在學家發通 當地鄉親都當天天 在暗夜心 我們在香港做出 學家的台湾客 和人家發通 本來的參加發通 每個朋友 還有一個鄉親 請我們到 學家中學 我們在特劃中的總額下 中學校明明的都發佩 之前聽到阿婆學校 一定一定民視學家文化 要不得到揭出學家強小的重點 學家新聞蔡依菲義理人 台北報導